好 這個國家的實力 一個這個經濟 還有這個包括軍事 這個我一起拿出來補充 我再請教李將軍 五角大廈公佈了一個 新中國軍力報告 到二零二二年為止 中國大陸將擁有 東風二十一 總共是一千枚 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呢 要有個對照組 就是在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大陸擁有的是五百枚 就一年之後翻倍 變成了一千枚 那射程可以達兩千公里 那華府智庫認為 日本殺手 Japan killers 東風二十一 它也是航母殺手 射程能夠涵蓋 對於這個美軍駐日的基地 麻煩了 所以加在一起怎麼看 當然這個東北亞的部分 南海的部分 中東的部分 俄烏的部分 還有台海的部分 我剛剛把那個講完 南海那邊來講 其實這些國家裡面 除了菲律賓以外 其他幾個國家 目前我們都知道說 已經跟中國都已經簽了 RCEP這種 經濟貿易的協議 都零關稅 那其實南海很多國家 它事實上 之前就已經有南海 南海宣言 其實雙方來講 都共同開發 都已經講好了 除了菲律賓之外 所以現在就是落實 要變成一個法律上的僑文 叫南海行為準則 那其他國家來講的話 第一個他南海 他實際購不到那邊 他軍事實際不管印尼 或者泰國 或者是這些國家 自己實際購不到 他不需要在這邊 興風作浪 所以我能夠跟中國 共同開發 我能夠現在跟中國 來共同做生意 零關稅 其實是我最重要 那菲律賓為什麼敢鬧事 就是因為菲律賓認為說 有美國幫他撐腰 第一個 第二個他甘願做 美國的這種馬前卒 那再來我覺得 最重要一點 我認為馬德雷三號 如果依照現在來看的話 他可能快解體了 就我覺得快解體 快不行了 所以他現在一直拼命 想辦法要送一些建材上去 為什麼越來越激烈 就被我認為菲律賓很急 因為那艘船 快要自己解體了是不是 對 我認為是快要解體 他現在運的東西 都是一些建材 加固的 那中國已經等了你二十幾年 等你解體 因為我好不容易等到 這個問題自然解決 對 他就讓你自然就風化 然後碎掉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覺得中國現在就是說 我不讓你建材送上去 你那艘船就自己 就解體了 所以菲律賓現在看出來 他很急 他拼命要送這些建材上去 這幾次的衝撞 就是很明顯的 他要送建材上去 去衝撞 而不是單純只是 只是在政治上 宣揚說 這主權在我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他船真的快解體了 他現在必須要趕快把建材送上去 那美國來講的話 就很明顯 就這個時候 在這個節骨眼上面 對不對 全世界在大亂的時候 他不要在台海南海 甚至你要往東北亞 金小胖在那邊有可能會有一些動作出來 金小胖這時候跟俄羅斯那邊眉來眼去的 雙方來講 有很多的合作關係 對不對 那他會不會對伊朗也提供一些相關的武器裝備 我們上次看到的這個包括這個俄羅斯的國防部長去參觀的時候 他就給他看無人機 那無人機看起來就跟那個什麼的很像 跟那個現在就是伊朗製造的無人機很像 他們彼此之間是不是有這種就是暗中技術上面合作或相關的互相支援 我覺得這東西來講的話一定是一定是會有的 只是說美國現在也不敢對這些國家興奉作上啟示 那剛好也就趁著這個時候 對不對 俄羅斯戰爭 以色列中東以阿戰爭的時候 那美國無暇他顧的時候 俄羅斯北韓還有中國在這個時候 他們還有甚至於伊朗 能夠更加的有一個緊密團結的工作出來 那中國來講 現在來講他一千枚的中鋒二十一 我覺得這個威脅不是很大 我們一直經常認為說我們臺灣人 有時候一直經常就安倍講的那句話 說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然後把他掛在嘴上認為說是有美國哥哥有日本哥哥保護 其實你日本怎麼可能會來 我現在明著講你現在看 不管是三中艦或者是這個所有繞臺的飛機 中國已經很明明白白明明顯已經進入第二島鏈了 已經離開已經穿過第一島鏈了 這很明白你攔不住他了 你今天誰敢攔日本敢攔日本也不敢攔 今天一千枚的如果說一千枚東風二十一只是對你日本 還有另外還有東風二十七是對你關島 對不對其實不只東風二十一 還有東風二十一是陸基的 另外艦載的應集合十一 對不對對日本來講威脅都很大 所以日本現在所謂日本有事 我覺得日本重點工作是 如果臺灣真的是發生任何狀況來講的話 他能夠撤僑就已經不容易了 對不對有些國家來講他目的是在撤僑 他並不會真的是爭兵來加入中國 尤其在日本的憲法約束之下 根本不可能來協助我們臺灣 頂多提供一些這個情報 或者是這些電子戰的一些技術或幹嘛 頂多只是這個樣子 那你說他要派出軍艦 或者甚至提供基地 我覺得他都有一點顧慮 因為他怕東風二十一直接打他基地 然後就把日本捲進去 日本也顧慮到這些事實上在琉球那邊 日本很多的琉球的居民他也反對 他也知道說自己會捲入戰爭裡面 他也盡量不要那個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現在在日本用什麼地方 都是用一些就像上次我們討論過 硫磺島對不對 或者是安美大島 這些什麼這些都是無人島 有人島美軍來講的話 現在不太敢進駐 那美國現在人家 他又不願意放棄這些島 他就成立一支部隊 我想大家都聽過叫 濱海戰鬥船 他就是我這些無人島 我這些無人島用濱海戰鬥船 然後希望說以島至海 那真的是我自己軍隊的實力 我軍隊航空母艦或者是說 我的這個驅逐艦 我就不敢靠近你沿海地方 因為平常講你 你到底中國是不是催泳 我不敢保證 萬一你不是催泳 你真的打得到怎麼辦 那我一艘航空母艦 就這樣被你拿來當白老鼠實驗打掉了 那對我回去我跟我國人怎麼交代 我一艘驅逐艦被你擊沉了 對不對 阿里伯克級被擊沉了 或者是擊傷了 其實對美國來講 都是士氣很大的傷害 所以美國現在來講 他就是說我用 我用濱海戰鬥船 來這邊協助利用這幾個島 對不對 宮古大島 安美大島 或者是漁港島 利用這幾個島 無人島 來避免到日本那些流球民眾的反感抗議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平常講 我自己認為說美國已經撤出 還有一個最明顯一個實力就是 美國的F2的時候都已經離開了 也都已經離開了 都離開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認為說 當然這個東西不讓人意外 不管五角大廈或是美國的智庫 就是中國威脅論的一環 三不五時就公布類似的數據 告訴大家中國威脅全世界 那所以這個利將軍 你剛剛的論述 你看到這個航母離開了 這個離開那個離開 所以接下來 因為主要還是拜登要選 再加上這個世界的局勢 非常的動盪 他內部還有很多問題要處理 所以接下來美國就是怎樣 peace嗎 就是全部就是盡量的 其實雷根號離開 我個人還有一個懷疑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可能大家都覺得說 我講的根本 雷根號那時候就有問題 他一直說要離開 這個橫須賀港 但是一直七次 七次都沒辦法出來 會不會是要船上面 美國自己這個 他們自己前國安部長 艾斯培自己也有講 他現在這種船上的維修能力 已經降很弱了 那如果說有任何問題的話 他就要回到母港去維修 那會不會是雷根號 我們將來不敢講太多 會不會是 說你又有什麼地方 又壞掉又幹什麼 他在海上面 他沒辦法維修 他飛機沒辦法把那個零件送過來 做維修 他必須要回他母港去做修理 也有這可能 但這只是我個人猜測 可是我覺得大方向來講的話 美國這個時候 其實美國航空母艦 能夠用的數量已經不多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到艾森豪 威爾號跟輻射號 都已經用在中東地區 那個地方 在以哈衝突的時候 他必須要擺在那個地方 那美國自己還有多少 航空母艦能夠使用 他雖然號稱有11艘 但是很多次在維修的狀況之下 那現在如果連雷根號 如果在這個地方 遭受到任何一點的傷害來講的話 對美國的海上霸權 他會影響會很大 所以我覺得雷根號 離開也是這個原因 那另外來講的話 就像是蔡委員剛剛也講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 我們台灣的選舉 其實也利用這時候 我相信中共來講的話 也希望跟美國來 這個時候 最起碼這段時間 有一段比較和平的時間 那我們自己台灣 自己好好 在我們的選舉上面 選出一個選嫌與人的政府出來 你講到重點 這個如果說真的 這個IPAC拜協會的話 距離我們台灣投票 就是差不多兩個月前 這當然這也是一個 很敏感的話題 會有什麼樣的聯動 大家繼續看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 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地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 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親愛人 各位歡迎收睇 提醒我 在幫助用 你會為健康 來頂 rele